hello guys 歡迎來到舔扇的頻道 我是你們的舔扇 沒錯 十月已經到了 那我們準備要看的是什麼 就是我們的十月包包 好啦 廢話不多說 我們來進入正片 Let's go 好的 那我們在我們的包包前面開始之前 我們先看一下我們第一個包包的內容 就是S4的一個建模面試皮膚 這把槍的一個特性在於說 它非常非常穩定 主要也是從鼠尼那邊 讓我去做一個建議 然後讓我去使用看看 然後我使用的配件 也就是它之前傳給我的配件 所以這套配件就是從鼠尼那邊拿到的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也記得去看一下鼠尼的頻道 那它用起來的手感真的是非常非常不穩定的 然後第二個包包是我的CX9 也就是現在的十月時的一個衝鋒槍 新槍啦 那它的射擊間隔速度 目前就是所知道的話 可以跟Felix並齊 因為Felix是來到54A 它的話是58A 所以我覺得它的射速算是非常非常快 但也只有在它的射擊速度 因為它有只在飛行速度 所以它的中遠距離 包括它的傷害倍率只有1.1在胸口 所以很難 像是可以看Felix可以來到五槍時的一個爆發 它的話必須要打到六槍才會致死 所以在有些的時候 你會在對槍會感覺它有點刮殺 跟無力感 就是在中後距離的部分 是沒辦法體現出它的一個能力 所以它也只能在近身交戰 所以你也看到很多人在賽場上面 還是拿的比較多的是Felix這把槍支 不過配件來說我還是可以分享給大家 因為中遠距離比較刮殺 所以我特長帶的是失能 防止敵人在我看到它過點的時候 沒辦法把它擊殺的原因 是因為它可能在滑散的時候就躲掉 但是我帶失能的話 它就有機會是可以出發到只有蹲下 那我就可以把它給直接帶走 也就更像是我們之前看到CBR4的一個狀況 它們閃步的部分 很需要用一個失能 去帶動別人的一個生法的一個削弱 才有辦法去做擊殺的時候 那我覺得這把配件可能特長也是它的特點之一 OK 那下一個部分是第三個包包 我們的HVK30 在之前大家對於HVK30 是因為它的子彈削弱了 什麼削弱? 子彈數量削弱 從原本32發變成28發 但它的射擊間隔跟射擊傷害 都是沒有調整的 所以我覺得這把槍還是有T0的水準的 包含它兩槍爆逃的TTK 是非常非常非常快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對於這把槍來說 可以給它多點耐心 因為畢竟 它可能在它的上限部分 是有調整一些一些 因為它續航力的問題 但是它的能力是不會縮減的 所以我覺得它是非常好用一把槍子 第四把就是現在 擅長上最常看到 包含這次Galuna賽區的一個大師賽 他們比賽 或到我們世界賽的前哨戰 這邊都是有看到他們運具就使用的 也就是像是CDN大師山那邊的人員 他們的配件也就是這一套 所以如果大家真的都喜歡Fanek的話 歡迎使用這套配件 我覺得真的非常非常的推薦 是因為它真的非常非常妙 好 第五把就是我們的Locus 就是大家最常看到的G級強要的配件 也是很多人會問 為什麼G級強要這樣戴啊 是因為可能我覺得別人來抓我的話 我更好擊殺 所以我大部分的話 我可能不太會帶消音 但是我因為Locus它的穿透效力 本身就會有點不太好 比起第二孔三代的話 那所以我才會增加我的一個特產 進入被打彈放上去 讓我在穿透的時候 是有機會拿到一個不錯的一個擊殺可能性 好第六個是Argus 目前我們現在的限彈槍 它的話就是有類像是毒彈頭的部分 它就是彈匣部分 彈匣部分是沒有所謂毒匣彈 而是用它的開鏡的時候 把彈道非常非常集中 讓它能夠一槍帶走別人 那基本上我的配件都還是跟之前一樣 那大部分你看到我換了一個傳奇皮的時候 我把瞄準鏡換下來 但基本上就是應容而立 如果你還是覺得瞄準不好的話 可以把雷射的瞄準器 再轉回去給鏡頭 就是你們的瞄準鏡去使用 那我覺得會比較好一些 那第六第七是我們今天上面的更改 六是我們用據點 你會看到我帶減藏者 然後帶奇異協力 這爆破也可以使用 那第七的話 就算是我們的控制模式 比較久地圖 就是比較久的那種 可以要花一點時間 然後去我們的終極技能的時候 那我大部分會帶這個 你會看到我帶的超頻 只有終極技能的充能之外 還有我們的幽靈 就是怕別人 就用UAB F1 就是看到我嘛 所以UAB的部分 我也會帶FAJ 在賽場上面使用 那第九的話 就是HG40一樣沒變 這就是測試槍的 之前知道 它有一點點的數據上面 可以壓過K6 所以那時候我拿出來使用 我覺得也是非常不錯 那推薦給大家 可以用一個比較偏機動性的一把 衝播槍 但它補槍衝播槍 也是一件偏向補槍 那確實還有補槍的能力 那第十個 就是我們的DLQ33 這把槍為什麼放上來 是因為 其實我還是用的是羅克斯 但是因為很多人問配件嘛 所以我還是把它放下來 在每一期的包包影片裡面 都可以找到它 因為太多人問了 所以我才說 這把槍也就是 詢問度非常非常高 所以我放到第十個包包 但我的副武器 也不就是像剛剛前面的FJ8 或者是像瘸套 而是帶的是 050GS 因為它有兩槍制使的一個能力 也是很多很多 高端選手 他們跟賽場上 直接賽場上面 都會帶的一個 050GS的配件 如果大家真的喜歡的話 紅點可以拿下來 換成一般機票也可以使用 就是隨自己的一個喜好 去做大概的微調 基本上就沒什麼問題了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我是明天山 我們下期再見 各位掰掰